好可惜 現在在網站上有人都把它下載 其實我第一次到大陸巡禮的時候 跟隨師傅去 那到那個道場的流通處 就看到大陸把它翻版 用簡體字把它印出來 是師傅的正信火教 你們知道嗎 是這樣子的 很受歡迎的 這是師傅在人生月刊副刊的時候 寫的一個助詞 面詞 大家一起來念好不好 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和諧之中求發展 又在努力中見其希望 人生要在安定之中求富足 又在鍛鍊中見其莊嚴 人生要在沉默之中求智慧 又在活躍中見其悲悅 這是師傅在人生月刊的副刊寫的面詞 在道念這本法骨圈集都有收 師傅說我內心的法骨山已經建好了 你們心中的法骨山也建好了嗎 廣大人間許多眾生的法骨山 尚未建好 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 仍有待我們大家繼續共同努力 師傅說 師傅不可能度盡我們大家 而是我們大家要一個建議一個 一個協助一個 佛法才能免也不決地洪傳下去 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 都有責任 也都有這個能力來度人 我們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要分擔辛勞 師傅緣起了師傅的運 讓我們來承擔 我們一起來分享師傅的成長歷程 從師傅的著作裡頭 我們可以學習到很多 在師傅的著作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 師傅感恩的熱汗和熱淚 也有師傅的祝福和期許 我們人間在師傅的心目當中 永遠是有希望的 只要我們發下宏願 師傅說 在他這一生做不完的 希望還有未來時 未來時再來人間推動 這就是師傅的心願 師傅沒有遺憾 但是師傅的心願永遠無窮 這是師傅手寫的菩薩行 我們一起最後把它唸完 就結束今天剛好九點 如何成佛道 菩提心為先 何謂菩提心 立他為第一 未立眾生故 無謂諸苦難 若眾生離苦 自苦及安樂 發心學佛者 即名為菩薩 菩薩最盛行 卑至度眾生 這個就介紹到此 大家應該給你們問問題的機會 可是時間到了 有沒有想要問問題的呢 有沒有呢 大握機會 難得請開燈 老師,然後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其實我不是要問問題 我只是稍微這邊小小的分享 老師好 其實我就是老師您在經歷你中 最後一集的學生 阿彌陀佛 所以剛剛介紹的時候 我就是經歷你中的學生 那我記得那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高興在這邊 能看到再看到老師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老師有在課堂上 有發給我們小小的一張卡片 其實那是我對法國上的 第一個印象 對,雖然我們學校是基督教的學校 可是我對那時候 老師發給我們那小小的那個 法國山卡片 就是有個印象了 那所以後來我念了 後來大學的時候 我第一次參加法國山的那個禪修師 就是我在報紙上看到大專禪修理 然後我就覺得 就對這法國山有印象了 對,然後所以後來我就自己去報名了 對,然後所以後來就接觸了法國山 那我現在也是當老師 那我現在任教的學校 也剛好都是基督教的學校 那所以,可是我覺得 我要以老師為榜樣 我也要偷偷發一張小小的 法國山就交到卡片給我們學生 因為我覺得老師有這樣子的一個 實在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其實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對,那我現在也目前都在法國山 暗河分院那邊當義工 對,那今天是偷偷跑過來這邊 別聽老師的演講 對,那真的好開心 謝謝 謝謝妳的分享 等一下下次我再跟妳講講話 好 謝謝妳 其實我們法國山有108字在於 現在很多學生很喜歡 像中學生他們寫中記可以抄那個 其實那個沒有宗教的色彩 絕對可以送給學生的 108字在於 好,謝謝 還有人要問問題呢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謝謝大家來參加 對禪修有興趣的菩薩 不要浪費了這麼好的機會 你們對禪修想要問什麼嗎 可以問鬼陰法師 他對禪修是最有經驗的 大家是無言之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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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看一遍 大家先看一遍 好,就做個結 好,那好,請請 好,果陰法師 果陰法師 今天帶來這麼這麼豐富的 師父的資料 還有師父的教話 你們聽了感動嗎 你們聽到最大的 感動的言語是什麼 可以自己做個回顧 因為 切實今天 果陰法師準備了資料 真的是太豐富了 怕大家來不及吸收 但是啊 只要諸位菩薩 記得後面的菩薩行 我想你的人生的目標 就會切離 就是人生的目標 以利他為第一 不是先為自己 而是先成就別人 抓住這個方向 人生的方向就不會走偏了 這是很難得 因為人生啊 大家覺得說是 就是為自己嘛 不為自己 叫做什麼 天誅地滅 在普世的眾生價值 不是為自己 大部分的人 所以師父在有一次 非常的感慨 在一個狀況之下 師父說 我們的眾生啊 生活都是顛倒 眾生都是顛倒 生活之後啊 你才有辦法 發現人生真正的目標 不然隨著你出生的環境 教育的背景 還有社會的風氣 就隨波足有龍 因為像我們這個世代 小的時候家裡 都很窮了 然後每個人花怨 長大就是要到台北來探鏡 就是每個 大家我們這個世代 最大的心願 賺錢不是壞事 但是賺錢賺到最後的時候 自己的生命就沒有了 所以邪火啊 可以讓我們發現 生命真的是最重的目的 那很高興 果音法師來 然後跟他的學生相遇 剛剛這位老師他說 他要追隨法師 我嚇一跳 是不是誰要出嫁 原來是要花那個 解憲書給他同學 那我們今天 今天晚上真的非常豐富 感謝果音法師 從台中 開著車上來了 不是做高鐵 我們再給果音法師 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師菩薩 真的您給我這個機會 我要感恩你 感謝大家 你們來了 當然我也很感恩我們的